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大 今天跟大家來聊聊 門跟牆壁的銜接問題 現在這邊是一個舊公寓要做舊屋翻新 那這邊有四個門要安裝 後面兩間都是單推門 前面這兩間廁所都是滑門 這一間廁所它是滑門裝在裡面 那因為我們裡面的磚已經全部打掉了 重新配管 那我們也會再重新打底防水貼磁磚 所以在試做的過程 我們就會去抓垂直面 所以這一間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這一間的滑門是在外面 今天主要就是要講牆壁沒有垂直 然後會發生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說的一些老屋的牆壁 因為過去的誤差值比較大 那像這邊牆壁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是呈現波浪狀 像這種舊公寓 牆壁除了比較容易有波浪狀的狀況以外 其實更常發現的就是 牆壁傾斜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這條雷射垂直線 在下面是跟牆壁起的 然後來到這裡 大概誤差就已經將近一公分了 也就是這個牆壁上面往那一面傾斜 現在是拿了一片飛漆的舊門 在模擬安裝好的狀況 剛有說過了 牆壁上面往那一邊去斜 所以下面是比較凸的 我們在安裝滑門 一定是會離牆壁 大概有0.8 正負2-3mm 像我們門片下方的縫 因為我們目前預設值大概在0.8 但是來到我們上面的縫 就變成1.8公分 這個傾斜1公分 其實在我們看到的案例 還算輕微而已 但是 當我們門片關起來的時候 側邊你就可以明顯的看到 大小縫是不一的 就會有朋友說 那為什麼下面不盡量貼牆 然後上面那個縫就會比較小 因為我們門片在開的時候 其實它是稍微晃動的 那這樣子就會刮到牆壁 門片就容易受損 這片滑門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牆壁 有波浪的問題 然後傾斜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歪斜的問題 可能鏡頭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們就 不再講解那一塊 那這個 單開門的部分 在這一個門框這裡 畫了一條大概1.1公分的一條直線 那我們今天就是在模擬說 單開門的門框 假設突出牆壁1.1公分左右 會產生的一些狀況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一條雷射垂直線 是照在乘搭畫的這個1.1公分左右 那下面就是 凸了1.1公分 但是到這裡 大概已經到2.5公分了 然後到上面接近3公分 下面只有凸1公分 上面凸3公分 代表這一邊的牆壁往內斜大概2公分 這時候門框立起來 非常非常的醜 就有一些朋友就問我們說 那拆除之前的門 為什麼就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在原先 它就跟這些結構體附著在一起 傾斜的時候 它是跟著一起傾斜 那我們現在要安裝新的 我們不可能去幫你裝鞋的 再來 如果你今天是向內斜 將來這個門片 如果你沒有關起來 它會自然的往內開 所以我們在安裝新的 一定是幫你做垂直的 那像陳大都在看水平垂直的 我們常常量到一些房子 一進去 不用拿到雷射儀器 我一看到一些線 我就頭暈了 因為我就會覺得它是沒有水平垂直的 好那像這個門 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但這邊的傾斜沒有這邊這麼明顯 但它還是有傾斜 那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滑門 它是坐在廁所裡面 那廁所我們又重新抓水平了 所以它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外面不順便修起來的時候 到時候裡面的滑門關起來 你一樣會看到大小風 比如說上面12公分 下面10公分 視覺上會覺得很奇怪 經過我們的解說 那業主現在接受我們的建議 決定要把這個模擲型的牆壁 全部都打掉 然後重新抓垂直面 那我們現在瓷磚也貼好了 師傅現在正在開始安裝這個門片 我們可以看到 經過重新抹牆之後 這個門框 出盾的比例就比較平均了 我們會看到很多中古屋 比如說門打開 它就自己 往後面開 或者是就自己關起來 代表整處門 是傾斜的 好那我們現在把手還沒有裝好 但是 基本上我開到哪 它就應該停到哪 之前我們有講 這一片門是在廁所裡面橫拉 因為外面這裡也都有重新的磨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門框 兩邊對稱起來 就非常的漂亮 好那這個廁所的橫拉門 就擦砍板還沒有安裝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裝這種反衝五巾 所以就算大力一點關 也不用怕它會有凹一身的這種問題 像這一片橫拉門 原本的舊牆 傾斜也是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這個縫 就保持等距 大概都在0.8到1公分 我們現在土地工 也就是下門子 目前還沒有安裝 因為我們都是專門做舊屋翻新 那這個牆壁傾斜在中古屋 其實非常非常的常見 今天之所以把這一集拿出來拍 是因為我們很多工地 牆壁傾斜度非常大 可能傾斜到2、3公分 比如說下面框有出盾 結果裡面的框是凹到水泥裡面去 這樣整體的美觀度非常的醜 透過今天我們有一個實際現場的狀況 拍攝來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是安心整合 我們下次見 拜拜